中山基督長老教會 老師我們今天來到這一棟好漂亮的教堂 是 妳看附近都是高樓大廈 為什麼這一棟就是特別美 然後可以在這麼好的位子 有這麼一座很漂亮的教堂在這邊 好的 那我就來為您大概說一個說明 今天我們把這邊叫做 中山基督長老教會 那其實這是在1947年 國民政府來台灣之後 才是有長老教會系統 在這邊的這個教會 其實在更早日本時代的時候 它這邊就有一個教會了 是在1937年就在這邊奠基了 它當時是聖工會的一個系統 那而且很特別的是 它這個教堂是日本人跟台灣人 共同可以在這邊做禮拜 共同成立的一個教堂 我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其實在1895年 我一直提到這個年代 因為那一年就是日本人領台 來到台灣 那其實在那個年代 基督教其實也就 隨後也就跟著來到台灣了 那當時主要是在所謂的城內 那個部分發展 那隨著這個教徒越來越多 後來就正式蓋了一個 至今還留下來很漂亮的教堂 就是我們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 濟南教會 那就是在中山南路那邊 台大醫院對面那個很漂亮的 濟南教會 那當時叫做信丁教會 那可是那個教堂呢 它卻是只有日本人 可以去做禮拜的教堂 雖然是 那時候就是日本人 跟台灣人的生活範圍 還是很敬畏分明的這樣 基本上對就是台灣人 主要居住區就是在所謂的 萬家跟大道城地區 那日本人就是在所謂的城內 所以當時也有一個說法叫做三世間 就是這三個區域這樣的意思 對 那日本人主要就是在城內 以及後來人口越來越多 就是在城的外圍 開始漸漸的發展起來這樣子 對 那那個信丁教會呢 就是日本人才可以做禮拜的教堂 不過呢 它雖然是出自於日本的一個 很重要的 在台灣很重要的一個建築師 叫做錦守勳的建物 錦守勳還蓋了很多像現在的中山堂 台北市中山堂 還有台大校園 還有像師大校園 很多都是他留下來的作品 不過那塊地卻是一個台灣人捐的 那個人叫做李春生 那李春生呢 我們下一番會把它說為是台灣的茶葉之父 那這個查的又是另外一個故事的 不過總之李春生呢 他是台灣台北當時第二富有的人 第一富有就是板橋林家 他就是第二富有的人 而且他是基督徒 那他就捐了那塊地 然後就蓋了那間教堂 就是給日本人去的一個教堂而已 所以在雖然這個時間 他是1937年才奠基的 可是就是距離那個時間有一些遠的 可是他卻是一個日本人 台灣人可以共同做禮拜的一個教堂 所以是很特別的很不一樣的 而且他也是非常美的一個建築樣式的一個教堂 所以在現在也是成為台北市很重要的一個地標 那我們一般就把它 讓它這種樣式稱為哥德式的教堂 那哥德式的教堂呢 就有幾個很明顯的很重要的特點 就帶大家來了解一下 好 首先我們就從門口 其實哥德式教堂跟羅馬式教堂 你從門口就可以有一個很明顯的分別了 第一個就是它的這個門的上端 我們叫做尖形的 你看它到的這個門的上端呢 是一個尖狀的有沒有 如果是羅馬式的就是圓狀的半圓形狀的 這是哥德式教堂的第一個特點 然後第二個特別呢 就是有所謂的非伏壁 那非伏壁就是指這個 這個就是所謂的非伏壁 那非伏壁的用是有它的用意的 因為哥德式的教堂呢 它還會基本上在歐洲 因為哥德式教堂是從歐洲起源的 在歐洲的時候 哥德式的教堂 它的會有很多的大型的那種窗戶 那那個窗戶本身呢 是沒有什麼支撐的結構能力 那也就是說這種屋頂上面斜屋頂呢 它的受力一直下來的時候 那個窗戶沒有辦法承受那樣子的壓力 那就要靠著非伏壁去 有點像頂這個牆的 讓那個施力可以延伸到這個非伏壁這樣 那我們說為什麼會有一個非字 因為在歐洲的那種哥德式教堂大教堂 通常非伏壁是真的像飛出去一樣 它會整個往外擴 那就感覺就像是飛出去的一個設計這樣子 所以我們叫做非伏壁 那我這樣講的兩點 還有一點呢 哥德式教堂的特點 就是金鼎重龍 那那個是在從室內來看的 這個等一下我們進去的時候 再做各位介紹這樣子 那至於這個教堂還有一個很重要 大家不要忘記的是要往上看 就是它有一個鐘樓 雖然這個鐘樓現在已經沒有再使用了 可是從遠遠的看是非常美麗的 而且如果從高空拍攝的時候 教堂是呈現一個十字架型 這個是在歐洲的大教堂裡面 普遍都會有的一種造型 甚至像在法國來講的話 他們一些古老的教堂 它的十字架的那個頂端 是要指向東方的 也就是耶路撒冷聖城的那個方向的 那不過我們現在在講哥德式 哥德式會覺得這是一個很美造型的教堂 但是其實哥德這個名字出現的時候 一開始是一個貶義的詞語 對 大家一定會覺得 這麼美的教堂 怎麼會當時會讓人覺得 是一個貶義詞呢 因為實際上在哥德之前是羅馬帝國 而羅馬帝國就是被這個所謂 這些日耳曼民族哥德人他們給消滅的 那消滅之後等於是就把他們的這個文化 這種建築樣式羅馬樣式也消滅了 也把它破壞了 然後開始用了他們自己的這種樣式 所以這種哥德其實他們代表的是一種蠻族 在對羅馬人來講那是一種蠻族 所以他們會覺得 所以大家就覺得一開始這個哥德代表的 就是有這樣的一種貶義詞 那實際上哥德式的教堂呢 在現在我們來看 在歐洲留下來的 我想最有名的 因為哥德式的教堂的起源 是從法國起源的 那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巴黎的聖母院 那就是在2019年 因為不勝營火而燒掉的燒很大受損的那個教堂 那就是非常典型的一個哥德式教堂的代表作這樣子 那我想大概外面就是這樣的一個介紹 我們現在就可以進去裡面看一下裡面的樣子了 對 哇 就真的很感謝那個教會可以讓我們進來欣賞這個內部的建築構造 那老師就是可以請您再幫我們講解一下這裡面這些裝飾的行義嗎 好的 這裡面真的很美喔 我也是第一次這樣進來喔 那也才了解像這個上面的這個樣式呢 根據紀錄呢 這個就是當時聖公會他們的一個特別的一個象徵喔 就是正中間有一個十字架 然後十字架周圍還有一圈的圓圈這樣子喔 那還有像我們的前面這邊呢 有一個現在百花的這個架子呢 其實這是一個十字的一個水池 其實這是聖水池 這也是聖公會他們特有的 因為他們進到教堂做禮拜之前就要點聖水 就是這個要在這裡 那現在沒有再使用了 對 因為現在是長老教會系統 那長老教會可能就沒有這樣的儀式 就沒有這樣的習慣這樣子 對 然後還有包含像門 那看到下面 門的下面有一個四葉草喔 那這個四葉草其實在很多類似 教堂這樣的建築 各的是教堂建築都有這樣的裝飾喔 它代表的是聖經裡面 新約聖經裡面的四福音書 就是馬太馬可路加約翰福音 那這四福音書呢 就是在講耶穌在世的故事喔 那對基督徒來講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聖經裡面的一個部分這樣子喔 那還有最前面 那我們現在就可能往前走 老師這個空間真的滿大的 對 好像也滿多人會在這邊舉行婚禮這樣 對 有時候經過都會 沒錯 看到有婚禮 或是這個他們應該週末做禮拜的時候 這個就是很多信徒會坐在這裡這樣子做禮拜喔 那最前面的主祭台上面呢 就有一個十字架 然後還有一本書 那那本書就是聖經 那這個就是長老教會他們的一個擺設 那他們代表的意義就是 他們所有的教義 他們所有的根源都是來自於聖經 因為聖經是神說的話 那所以對一個基督徒來講 就是一切的作為都要以神的標準 那這個就是他們的一個意思這樣子 那同時呢 前面跟後面的上段 都有很漂亮的彩繪玻璃喔 那這也是哥德士教堂會有的一個特色 對 特色 對 那還有我們剛剛提到的就是哥德士 還有一個特色就是在他室內有一個 我的屋頂的結構 就是像現在我們看到的這種這個樣子這樣子 對 那大概我們了解的 它的窗戶也是對不對 對 就是哥德士 就是這樣尖尖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個人來講 我每次在看哥德士教堂 跟羅馬士教堂的很大一個區別 對 就是先從窗戶的這個肩拱的部分 或是圓拱來做分別 對 就是一個很明顯的差異這樣 對 沒錯 真的就是走到這個教堂這個空間裡面 就是整個就讓人忍不住要把聲音壓低了 對 就是感覺有一個很神聖的氛圍在這邊 那我想也是就是說為什麼教堂要把它蓋成一個這麼 也是這麼寬敞 也是為了方便那個可能信眾 大家可以在這邊集會 然後有活動這樣子 是的 對 然後確實就是 我們可以因為這個宗教信仰 然後可以感受到說 那個信仰的人他們的信念 然後要把這些心力投注在這個 建設這麼美的教堂上面 然後就是為了他們所信仰的一個理念這樣子 沒錯 你說得特別好 我也非常的認同 對 是 謝謝老師 今天我們來到中山長藝所 然後這位是我們的中山長藝所的郭小姐 那今天就是要請她來為我們介紹 就是這個建築物它本身有什麼樣的歷史故事 以及它現在是作為一個很重要的活動場所 那就請郭小姐來為我們介紹吧 好 那歡迎大家來到中山長藝所 那中山長藝所它是在中山區的 你從中山區捷運站出來 然後一個轉角過來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的一個建築物 叫做中山長藝所 那長藝所它的長是有長起來的意思 也有寶藏的意思 藝術的藝呢 藝就是藝術的藝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是提供身心障礙者的一些展覽品的 一個展覽的一個空間 那我帶大家來參觀一下我們的中山長藝所 好 您請 那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中山長藝所它過去呢 它是日治時期的職業介紹所 可以看到這邊 1921年6月建立的 所以今年很可惜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我們長藝所並沒有開放 那今年6月的時候它剛好是滿100年 所以它是100年的古蹟 那職業介紹所呢 顧名思義就是提供給日治時期 光復之後的 不管是日本人 台灣人 可以在這個地方找工作的一個場所這樣 那後來呢 它在1946年 改為台灣的衛生院 然後再到衛生局的部分 一直到後來呢 在近期的話是到1998年 它改為市定古蹟 然後2002年 我們將它再利用變成身心障礙者的福利會館 那目前是隸屬於台北市社會局的部分 那身心障礙者 我們為了讓它的就有的價值 跟身心障礙者 仍然可以有那個價值的延續性 所以職業介紹所我想問大家一下 應該目前你如果找工作 可能會是從104 1111就可以找到工作 那但是身心障礙者或是弱勢的 弱勢的族群 弱勢的團體 他們可能沒有這麼容易找得到工作 於是會問我們這個地方呢 改為身心障礙者的算是一個 長藝所讓他們有機會 能夠在這個地方展現他們的才藝 以及我們旁邊有咖啡廳的一個部分 是讓他們有一個就業的一個場所 所以就是它其實也是跟它一開始 做為職業介紹所 也有一點這樣子的觀點 對 延續它過去職業介紹所的這個價值 然後讓身心障礙者能夠在這邊 能夠找到發揮自己的才藝 也能夠有一技之長的一個 培訓的一個場所這樣 對 主要是這樣 那再來的話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的它是日時期的建築物 那它的結構是都在 結構的一些照片都在牆面上可以看得到 所以它的結構其實 所以這個看起來外觀是有變更過 對 它是後來有做變更過 像之前是一個這樣子 圓形式的一個建築 那為了讓我們的排水順暢 所以改為像這樣子 有點類似T形的一個 排水的一個造型 讓水可以順利的這樣往下流這樣 那對 後面這邊都是 建築物的一些照片這樣 所以就是這邊是這個老舊建築 它怎麼樣修復然後變得像現在這樣子 比較乾淨漂亮的空間 是 是 是 那可以稍微再看一下我們整個建築物 日時期的建築物可以一直到現在100年 它都能夠這麼屹立不搖 其實有一個蠻特別的特色 是它的牆 牆寬都蠻寬的 你一般在家裡可能我們的房屋 大樓公寓可能都沒有這麼寬的牆面 但是你可以發現我們的建築物的牆都是非常寬的 所以您的意思是說 它到現在還可以這樣子做一些火化利用 主要是因為它的空間規劃的關係 空間規劃還有建築物的本體 它的結構都是蠻強的 對 像這種摩獅子的這種建材也是很耐用的 是 是 是 然後再來可以看到窗戶的部分 也是我們很大的一個特色 滿多人會來這邊拍婚紗照的 對 這個窗戶就是很有那種 因為它第一個就是它感覺就是透光性很好 彩光很好 是 對 它是往上推的 對 它是往上推 推到哪裡就可以停到哪裡的 而且它這是木頭窗框對不對 是 就是從 它是 那時候就留到現在 對 那時候留到現在 然後它是一體成型的 也不是一體成型不好意思 它是 玻璃然後再去 貼上木頭 所以它如果說 對 它是整片玻璃 它是整片的玻璃 然後外面再貼木頭框 是 是 是 所以如果說 其中一小片的玻璃 如果這一塊玻璃撞到或者是破裂 其實一整片都要換掉 原來是這樣 所以它不是一塊一塊鑲嵌進去的 是 是 是 它是一整片然後玻璃整個 因為你看它這木頭跟木頭之間 它是一起的 連結在一起 所以如果要換 或是要做維修的話 都是一整塊要去做處理 所以這這樣子架構 也是從以前一直保留到現在 對 對 對 這樣子 是 那我們就往樓上去看一下 好的 這個樓梯也是 舊有的樓梯一直保存到現在 哇 可是它看起來是木製的 對 它是木製的 其實跟剛剛的木頭不太一樣 應該說木頭的材質 因為它保存得比較好 比較沒有潮濕的一些問題這樣 我們可以往上看 好 就是踩起來應該跟剛剛那邊的 木頭地板不太一樣 對 那個地板感覺完全不一樣 感覺完全不一樣 這邊的感覺很堅固 先來到這邊的這個空間 主要是針對屋頂的一個介紹 那屋頂的話有看到我手上這個模型 它就是目前我們現在 現在比較直接叫做中山牆域所 目前我們上面屋頂它就是 透過木頭的一個堆疊 那他們 日本人他們很注重就是 排水系統 所以他們可以從這邊 從屋頂這邊然後再到瓦片 它怎麼鋪上去的 我們都有做一個很完整的照片 修復前修復後的一個照片 可以承認看 可以現在的屋頂上面 都還是用瓦片嗎 是 是 都還是留著日治時期那時候的瓦片 就像這邊的照片這樣子 是的 是 對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那邊的那個 果雞的展示啊 那個就是之前留下來的瓦片這樣 是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一下瓦片區域環這邊 好 那比較特別的是這個鬼瓦 那鬼瓦的話它是 待會我們如果到外面 我可以帶大家看 那它的鬼瓦那時候留下來的 算是一模一樣等比例的一個瓦片 在這邊可以看 它就是前後然後做一個屋頂 兩邊角落它的一個造型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不一樣的一些瓦片的一個介紹 瓦片它的 對 在這邊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後呢 比較特別可能是這個比重錘 這個比重錘 就是我們的窗戶的部分 窗戶它就是拉到哪裡 它就會停到哪邊 那我們有一個小小的模型也可以介紹給大家看一下 比重錘它就掛在模型的兩側可以 這邊 對我剛剛就看到這個 這個木頭的這個窗框是 是特地做出來就是解釋說它的架構 對就是可以讓一些學生他可以去體驗一下 木窗它的結構是透過兩邊的比重錘 那你木頭 木窗 對兩邊兩側都有 它移動到哪裡它就會停留在哪一個地方 有這樣子的一個比重錘 對你可以使用看看 試試看嗎 是 又開窗戶嗎 對這是上片 這是下片 所以我把它往上推這樣 對然後往上推 它就會停在哪裡 對 喔 所以它這個重量都是有經過設計的 對 這樣子 然後 這可能看 如果你是看我們實體的木窗展示的話 你透過一隻手是沒有辦法 因為比重平衡不一樣 它是沒有辦法把兩邊窗戶一起拉下來 它是必須要透過兩隻手 才能夠把窗 木窗做一個這樣子 關窗的一個動作 就是兩邊的施力要一致這樣 兩邊施力要一致 對 這就是比重錘它的一個功用這樣 好 所以這一棟老建築真的就是藏了很多學問在裡面 這不是我們只是看外觀 覺得窗戶很漂亮 然後屋頂很有特色 還有摩斯之 這是一個時代的特色這樣 然後不只是這些 然後其實 這邊的展示場也是 有介紹到一些這些老建築它的學問 一些那個架構 為什麼會這樣子做 然後還有這個比重錘 那我今天才知道說 原來還有這樣子的設計是藏在窗框裡面 有這樣子的比重錘這樣子 了解 這都是前人留下來的智慧 好 那剛剛看到的是我們中山長藝所一期的這個建築物 那想跟大家說一個蠻特別的是我們後面 是我們的二期的建築物 它是蠻特別的結構 是一個舊有的建築跟新的建築 做一個聯通的一個功用 那後面那一棟是新蓋的 對 後面的話是新蓋的 目前就是台北市身心障礙服務中心 那我們一樣就是跟中山長藝所服務的類 服務的對象是一樣的 都是身心障礙者 所以身心障礙者們可以從我們的一樓大門進來 然後可以在每一層樓得到他們所需要的一些服務 或者是支持跟支援 都可以在這邊做一個諮詢的動作 那再到我們這邊長藝所的話 他就可以看身心障礙者他自己或者是他的家人 可以在這邊有什麼樣子的才藝發揮的一些機會 或者是就業職場的一個空間這樣 也歡迎照顧者可以在這邊有一個非常好喝咖啡 然後的喘息服務這樣 所以這就是一個 不只是一個美麗的古蹟建築 然後它的功能性也是有服務 像你說的身心障礙者 也是一個複合性的一個空間這樣子 好 那今天謝謝郭小姐 特地為我們做這麼詳細的導覽 謝謝你 謝謝 謝謝